欢迎来想到政治,我是齐耀 今天呢,有一个百万问题 准备要问大家 源自于国会上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百万问题呢 是出自于这个发明人 不是出自于我的,OK 那现在就马上为大家公布这一个问题 然后呢,你准备好了吗? 答对的话,可以拿百万的奖金回去 请看这个图 好,现在公布这个百万问题了 就是呢,请问这一位国盟的议员 这位图团的议员 在这张照片里面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A,他是在抽电子烟 B,他是在咬鼻 OK,Gigit Pan C呢,他是在丢Serunai Serunai就是一个马来传统的这个笛子 OK,D呢,他在Sedut Gun 他在C那个强力脚 好,现在马上公布这个百万问题 OK,看谁能够答对 好吗?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你觉得是A,B,C,D 好,那我现在先讲呢 我自己也是猜 反正这个出题都不是我 所以呢,我也不用给你们奖金 我也是猜啦 OK,我觉得呢 答案应该很大可能是A啦 OK,我先讲先 蛮好笑的 就是Tubes Arunai呢 应该是不太可能 就是,有也是他两只手啦 OK,通常照理的两只这样子啦 OK,那C这个强力脚呢 按照我所理解的呢 不是这样啊 是,就是直接打打口这样子的去C的 那他这么淡定的呢 我们这样排出法下来 只剩A跟B OK,C这个电子烟 或者是咬B 最好笑的是 大家你再认真一下看这个图啦 OK,这位图团的议员呢 当然他自己觉得他讲 他在国会里面呢,不是系电子烟 他只是在咬笔 但是有两个我觉得非常可疑的部分啊 这里是一只笔 第一呢 谁会特地 OK,看起来 他就是给自己放风一下 OK,在国会做了很久了 所以呢,很辛苦啊 出来走走一下 就是呢 谁会特地在放风时间 拿着一只笔跑去旁边这样 放进去咬呢 这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牵强的这个理由 而且重点你注意他整个嘴型 就是你如果咬笔 我们讲说你在学生是这样啊 OK,你这样咬 OK,这是合理的 但是他的整个嘴型是这样子的 OK,是一个 就是C的一个动作 就是跟我吹口琴 他那个嘴型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谁会这样子含着这整只笔呢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所以我自己猜的答案是A啦 OK,当然啦 到最后真相 只有他知道也只有这个上帝知道啦 可能CCTV看一下会不会有演出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相 但是我在这里呢 只是想讲一样事啊 就是说 这样事情当然看起来很 很杀水啦 就是说 这是什么 就是在国会里面一个这样的小动作 但是假设讲 这位土团的议员真的是在里面戏言 那为什么他那么的 CV要去反抗 当然可能就是觉得说呢 这样是很丢脸 那开会时候你自己跑出来抽一根烟 但是其实这样事情如果他真的有做过的话 大方的承认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决定 哪怕是有错啊 就是哦 对不起大家 我抽烟下例一下啊 下次不做 其实这样事情就过了 就是有必要把它硬硬的 就是明明是一个抽烟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习惯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然后看起来很显熟 有必要把它硬硬摆成是一只笔嘛 这让我想到 其实国民的议员在之前的时候 比方讲这一个 伊斯兰党呢 曾经有一个议员讲说呢 吃这个Menurama 你会得什么 得这个癌症 还是得这个 可能这个孩子会得这个自闭症 那当时候这样事情出来很滑稽嘛 对不对 没有错 那个是YB哈利嘛 出来的时候很滑稽 那大家当然就是批评讲说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依据 但是呢 他也是硬硬跟你讲 他没有讲过 即使是在国会有CCTV录制的状况下 他也是硬硬跟讲 没有 我没有讲过这样事情 都是人家乱乱把话塞到我的嘴巴里面 所以其实 如果这样事情真是属实的话 他跟我们反应一样是 就是呢 如果在国会里面 你都不能够坦诚的对自己 当然未必是 但是我讲现在是那个哈利妈的case 你都不能够坦诚 面对自己做过的事 讲过自己的话 这样子的议员要怎样坦诚的面对他自己的选民 坦诚的面对全国各地的这一些 所谓的那些选他出来的这个人 所以呢 从一个这样子小小的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 不是针对他了 所有的这些国议员 假设他们只是做出这种光天化日下 讲骗话的事情 其实都不值得我们继续指使他们 就如果这种事情 你也怕承认 你硬硬要把它掰的话呢 那更大的事情 那肯定你是硬 怎样都要把它塞进这个谷里 不让大家知道吗 叫什么呢 物以恶小为之 那如果是小恶你都可以为呢 那大恶 当然更是可以预期你会做 而且你一定会确保说的 你打死都不认 OK So 自己想要认识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一样的哈 记得这个影片是要公布百万的这个 这个问题 所以呢 你的答案在下面 让大家知道一下 当然啦 我知道一定有人有更加好的答案 欢迎放E选项 让我知道你的答案是这样 OK 自己想要认识跟大家闲聊到这边 OK 我们下次见 拜拜